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最近美國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是大家很關注的一個選舉方面的話題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明傳大學國際外交學生的黃玉京教授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玉京你好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首先跟您請教就是 最近美國副總統潘斯跟國務卿龐佩奧 他們都做了政策演說 裡面也都提到台灣 你覺得這裡面他們所談到的 一些跟台灣相關的外交政策 是闡述現在美國總統川普的外交政策 反映出他的想法呢 還是也有人講說 其實這個只是一部分 老實說 川普自己有他的一些想法 那不管是Pence或者是蓬佩奧他們代表的可能只是一部分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認為如果說要去說代表川普的所有政策的話 或許是很困難 但是我認為這個彭斯的談話的代表性是高於蓬佩奧 那或者是說這個 彭斯談的比較多是戰略上的調整 那蓬佩奧談了很多是戰術上的執行 那兩個人在這個層次上是有所不同的 那如果你再看兩個人在過去的一些例子來說的話 那彭斯他已經不止一次對於中國議題去發言 那蓬佩奧在之前我們一直有聽說他可能被撤換 或者是他這一次可能跟川普這一次被彈劾也有一些關係 那或許他不一定這麼的核心 但是我認為他都是反映出了川普政府的一個面向 那如果說兩個人要去做一個比較的話 我認為彭斯的這個應該是10月24號的談話 對於不管是亞太地區、美中關係 或是美中台關係、兩岸關係 都是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嗯 彭斯的談話有人是特別把他上次 他在這個Hudson Institute來做比較 說這一次的調子似乎是比較軟一點 你察覺到這裡面這兩次的談話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不一樣呢? 你覺得? 這兩次的談話 那確實是在調性上是非常的不同 那上一次的談話呢 是比較硬 上一次的談話呢 他比較有這種在兩軍那時候還在比較 在中美貿易戰還在前期的時候 有一點是在這個叫板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這一次的談話呢 如果用兩軍作陣這樣子這個思維去思考的話 他也比較像是在中和 他已經是有點在收兵的味道 那他這一次的談話一般來說 尤其在中國大陸很多人認為他是一個對華鷹派的談話 那甚至這個中國大陸駐美國的這個大使崔天凱 也用一派胡言來形容 我倒是認為他們是百分之百的誤解 我認為彭斯這次的談話是硬中帶亂 而且釋出的善意呢 是大於敵意的 那我們要先回來看 就是說美中他在 不管是最近的一些衝突 或者十九大的一些紛爭 他來自於 大概是幾個面向 一個面向是這個十九大之後 西方國家普遍認為 中國大陸好像往民主化發展 已經是不會發生的事了 所以他們對中國大陸普遍的失望 再來就是十九大的時候 習近平他的談話當中 某種程度上的釋放出這種大國的心態 所以呢 一個就是在制度上的 資本主義民主國家 跟共產主義之間的一個對抗 那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對抗 這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第二個就是競爭關係 就是說美國作為一個世界 現在的一個 不管你把它當成一個世界的警察 或者世界的一個強權 唯一強權在人戰之後 中國大陸對他的挑戰 最低層次才是經濟貿易上 雙方或許都有所斬獲 也有所這個失去 尤其是川普的核心支持群眾 這群人 我們所謂藍領階級的勞工 在中國開放之後受到了傷害 那我認為在這一次的談話當中 彭斯他很小小的著重在於 制度及霸權 他很多層次放在經濟上 而且他某種程度上在經濟上呢 是釋出了非常多的善意的 那你說他上一次的談話 有提到台灣是華人民主的典範 這一次我們比較沒有看到這樣子的談話 我們比較看到的是說第一個 他清楚的告訴了全世界說 川普總統以後的對華政策 美國以後的對華政策 不再有已經去領導 中國共產黨政治改變的想法 過去有人說這叫做華盛頓的consensus 他第一個他打破了這個 第二個他在我記得我上一次 大概差不多應該是去年的時候來到 那時候美中貿易戰才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我看到很多我們的觀眾都認為說 那時候是不是一個新的人戰的思維 那彭斯完全打破了人戰的思維 他說這個是不存在的 他說美中不存在decouple的問題 不但不存在還會繼續的 engage 那就完全代表說美中這些沒有忍戰的問題 沒有忍戰就是沒有這種制度的對抗 有的只是小型的一個經濟上的一個逆差 那你看到不只美中這樣子 這個川普他連NAFTA他都要重新重啟談判 那後來當然重啟談判了 像加拿大他這麼一個這個非常合作非常close的一個友幫他來做 所以這個已經打破了 那最後就是說彭斯他這一篇的談話就告訴你說 我呢只著重於經濟層面 不但之中的經濟層面呢 川普還有信心我們可以make a deal 那make a deal意思就是說 我們雖然未來可能還是有競爭關係 但是我們在競爭當中合作還是存在的 而且我相信我們大家是可以達成這樣子的deal 那我覺得在他這個談話當中 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他基本上是談話的最後面 我們看到美國的傳統利益上 他第一個他喜歡談安全 第二個談經濟最後談價值 他這一次呢只把經濟拿出來談 他把價值跟安全某種程度上是放低的姿態 所以你看他最後講什麼 他最後講說雖然過去美中之間有競爭有忍戰 但是從鄧小平開放改革之後 美國是welcome China's rise 所以他特別提上說我們會跟過去一樣 川普的總統的政府會跟過去一樣 只要你還繼續在願意在貿易政策上做改變 我們就會打開雙手的跟你合作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或許有非常多的層次理由為什麼 但是我們現在先看結果的話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第一個 美國在彭斯這樣子談話底下 蒙魯程度上就是默認了中國跟美國 是由中國前幾年提出的G2這樣子的理論 就是兩個大國 不敢說平起平坐 但是他已經是蒙魯程度上承認了 默認了他這樣子的一個地位 對於區域來說就會有一種變化 那對於兩個國家的國內來說 第一個習近平可以說是獲勝 他某種程度上把美國的議題 在他過去沒有把自己的談話放軟的情況下 如果可以跟美國美方達成協議的話 那就是一種勝利 對於川普這邊來說 他要跟他自己的國內民眾 或者他的選民做交代 這個有三個層次存在 第一個層次你看到川普他當年 在16年選舉的時候 他是一個罵中國起家的一個候選人 那他在選舉的時候呢 他就有承諾他要解決中國的問題 他把中國講成是一個騙子 講成是一個這個 在現有的國際金融制度下的取巧者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去評論中國 所以第一個層次就是說 他有沒有辦法讓人家覺得說 在這次貿易問題上 你的這個deal是獲勝了 第二個就是說 在獲勝的情況底下 他是不是能夠交代 他的這個 他的這些支持者 就是說我帶來一個勝利 會帶來你們未來經濟上面的紅利 我相信他會在 這個他所謂跟中國這個地位 他會著重在這上面 就可能是農業啊工業啊 他會著重在這事情上面 最後一點就是 你去看彭斯這個談話的精髓 某種程度上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印象 大概在 數個月前 華盛頓郵報有一篇文章 有一百個學者簽名 蘇貞 蒂登他們都有簽名 他原則上 內容跟這個是相似的 而且那些人 某種程度上都是 民主黨為主的 就是本來共和黨裡面有一派人 就認為說要鷹派 我們要跟中國對抗到底 可能走到忍戰思維 那這一些比較民主黨的外交測試 他們認為說 中國大陸確實是我們的競爭夥伴 競爭對象也是合作夥伴 我們對於中國大陸 雖然有很多的這個 desappointment 但是我們還應該持續的跟他們合作 他某種程度上走到這樣子的一個 不是百分百 那為什麼這個非常重要呢 因為在選舉上 除了川普要把他自己的 之前的政策兌現之外 你看現在民主黨的這種候選人 除了拜登之外 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有外交政策的 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有中國政策的 他在此時此刻做出這樣子的一個算是 不管是算是轉彎或是試卵 我認為對他在大選上去爭取一些 可能投給民主黨的選票 是有關鍵性的作用 等一下 那個與你現在講的 事實上跟大家之前得到的印象 是有很大的不一樣 因為川普開始跟歐巴馬是 一反歐巴馬的政策 Anything but Obama 所以他在跟中國大陸之間 是採取一個相對來講是對抗的方式 我們在經濟跟貿易上面是看到了 同時在安全上面 南海的問題 這個美國的自由航行做得越來越頻繁 那他在用的人上面 基本上也都是主張對於中國要強硬的 包括他上來以後兩年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那個基本上把中國當成一個competitor來看 那也因為這樣子似乎影響所及 把民主黨都開始變成轉向跟中國之間 戰成要對中國強硬了 在選舉前難道他現在有轉回來了嗎 你怎麼看他的這個考慮 是在選舉前暫時的一個退卻 或是暫時的一個轉彎呢 還是這代表說川普又回到以前 歐巴馬的engagement的方式 我認為要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要先看一連貫性的美國對華政策 甚至說美國的外交政策 川普這種以美國為主體的外交政策 America first 他一開始一當選他去跟日本談 韓國談 德國談 叫人家去出軍備的價錢 這個他不是第一個人 你如果從小布希 老布希、小布希歐巴馬看起來 那是一連串的 只是他走得比人家快 所以他並沒有完全的脫離 那個美國的那個外交政策 那個trajectory 那你說他是不是回到歐巴馬的engagement engagement也不是歐巴馬一個人的政策 從79年開始 美國跟中國大陸 一直都是在做engagement 川普今天做的事情其實非常清楚 他就是把經濟利益大於其他利益 那民主黨 我剛才提到民主黨那些政策 也不是歐巴馬一個人的想法 好 那你去看現在美國的政策 整個政治的導向 很有意思的 民主黨裡面有一個這個 黑人名權的這個政治人物 叫Al Sharpton 他以前當然是歐巴馬的支持者 他前陣子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 他在美國一個很小的talk show 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2020年如果歐巴馬繼續參選 在民主黨的總統初選的話 他將會是那個establishment candidate 他將會是這個就是代表這個當選者的 candidate 那跟他08年的時候出來參選 完全是不一樣的 他那時候完全是一個新人的角色 所以你要知道 美國的這種整個政治氛圍也在改變 那川普他為什麼能夠贏得今天總統大 就是過去贏得總統大選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事實上這個人是脫離這種傳統的政治思維的 他基本上哪裡有利 哪裡有選票他就往哪裡走 這是為什麼他很難的去預測他要做什麼 我認為他今天在這個截乎眼上 他會如果說這要轉彎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實際的一些作為 我們只是聽到他這樣說 他如果這叫轉彎的話 我認為這就是選票的考量 我認為他可以說是很大一部分是為了連任在鋪路 我就順著你這個談下來 因為最近川普在一些政策上面 是出現了明顯的不一樣 譬如說北韓他是一直要跟北韓能夠達成一個協定 伊朗他之前也聽說他想要跟伊朗談 之後來又發生了那個沙烏地的那個煉油設施被炸的事情 後來又轉彎了 阿富汗他現在在跟塔利班談 希望能夠把美國部隊能夠撤出來 這一連串的一個方式再加上現在 他跟中國大陸在貿易上面 希望能夠盡早達成一個協議 是不是就像你說的 距離選舉只剩下一年了 他為了考慮到選舉 他不願意這個時候清起一個戰爭 他希望能夠早一點能夠獲利了結 跟中國大陸的貿易能夠帶來實際上的會 實惠 這些會讓他在這些議題上面 都做到某個程度的願意妥協 這也反映出他的以前國安顧問波頓 後來就跟他不合 兩個人他就辭職了 那因為波頓沒有辦法再跟他意見完全不一樣的人能夠相處 這代表是完全我們看到是一個新的川普嗎 這個講到波頓 波頓我們因為沒有華盛頓的一些內幕消息 但是從報紙上看到他跟川普一個這個 最後一根稻草就是在伊朗事件上的 要不要出兵吧 那事實上我們回歸到2016年的時候 川普其中一項選舉的政策就是說 美國不會也會結束過去參與任何的 他的英文叫做 Stupid and this war 就是很愚笨的 而且打不完的戰爭 所以這本來就是他的一個這個思想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把他在外交的這個光譜上 畫成Jacksonian這種 等於就是有點是美國脫離的世界 心孤立主義 這樣子的人 那他當然不希望在世界任何地方捲入這樣子的戰爭 但是就如同我剛才說的 川普他今天非常厲害的 就是說我們過去去判斷一個政治人物 可以從他的政治光譜 從他的思維去做判斷 但是川普他是可以去做一些變化的 他的變色的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川普他應該所有的改變都是來自於他為了要連任去鋪路的 他應該就是在此時此刻最大的對他來說選舉最大化的方式在做判斷 今天美國從伊拉克戰爭之後 這十年的戰爭死了幾千個群人 花了好幾兆上億上兆的美金 讓一般美國人對於戰爭的想法是完全改變了 他們對戰爭的容忍度是大大的降低了 那尤其在歐巴馬時代 歐巴馬是完全不願意派兵到地面上做任何的交戰的 所以當川普他繼承了這樣子的一個政治的一個不管是legacy或者是民眾的想法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去犯這樣子的錯誤 那相反的他需要拿到一個勝利回去做為他選舉的動能 而且他恰恰的看到了民主黨現在黨內的不和諧跟他整個黨內的質變 這個質變我們在可能十年前就看到共和黨在質變 就是那個時候所謂的查黨 那查黨最後產出來的一個golden trial這個金銅就是川普 川普他在這一次選總統他總共選了三次 前面兩次都失敗他都是以個小黨第三者的角色去參選 他這一次16年選舉他之所以獲勝 他在2012年就做準備了 他在這三年多的選舉當中 他就是走進了共和黨這些查黨的這些政治的集會裡面 去講一些你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話 那民主黨現在在碰到同樣的質變 就是你看到他三個主要的候選人裡面 Joe Biden 這個Sanders Elizabeth Warren 只有一個人我們可以說是真正的 以過去來看民主黨的候選人 Warren跟Sanders 兩個人基本上如果你用20年前民主黨來看 或者10年前民主政黨來看 他們都不屬於民主黨的這個思想 政治光譜裡面的候選人 所以在這樣的質變下 他當然往中間走啊 他往中間走他可以吃到那些票啊 這個東西在民調上是反映了出來的 Warren跟Sanders到如果明天投票的話 川普是會連任的 這是為什麼他從大概半年前開始就追著Joe Biden打 而且你看他打Joe Biden的時候 這啟發點是什麼 我們看大概在半年前 Joe Biden有一段時間 常常人家說失言 在種族議題上失言 就是說他講了一些歧視 好像歧視這個非裔美國人 跟拉丁裔美國人的話 從那個時候開始 川普就追著他打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的思維 就是川普最核心指示者的想法 在過去美國10年非常強調 少數族裔的politics minority politics 讓很多藍領階級的白人的美國人 覺得受到忍沒了 所以你說就像是川普想要移到中間來 來搶民主黨的票 拜登也希望能夠去挖川普的這些死忠的支持者 尤其是一般美國的政治認為 拜登他最能夠吸引這些勞工階層的白種人的票 Blue Democrats 就是川普的核心支持者 那所以他認為拜登才是他最大的威脅 不只他認為 我認為在民調像現在顯示 也只有拜登可以威脅到他 當然拜登他最大的優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說的electability 就是可以當選的可能性 因為老實說 一個是Warren跟Sanders 兩個都是左的一塌糊塗 你要是真的把他們變成民主黨的候選人的話 這會讓民主黨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 會變成政治上的非主流一直很長一段時間 他們兩個如果繼續去強調去支持 他們那個什麼百分之六十的Sales Tax 我看川普就躺著選就會當選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跟郁君來談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思路怎麼樣影響到川普現在 可能會對中國大陸還有對台灣 會有什麼樣子的接下來的政策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